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廣告今天的整體走勢仍然是比較偏弱的 早轉的時間雖然市場曾經憧憬過 美國在上個星期五有220點的上升之下 廣告有機會做好 但可惜整個走勢是配合不到 其實近來市場都比較擔心幾樣的因素 一是中美關係仍然還未完全解封 再加上新冠病毒的嘲弱 無論是印度甚至是加拿大這些地方 情況都是不如理想 令到大家來說還是比較擔心 未來的經濟狀況未必可以這麼暢通 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強勁的增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市場都很難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方向 可以這麼去看 就是橫子在現在這個時間 沒有出現進一步大幅的下跌 其實也是暫時比較偏好的 今天去看看橫子全日的成交額 就去到1470億 仍然都是屬於一個比較偏低的狀況 指數來說 全日跌的幅度就不算太大 當中來說高低位只是大概330點 最後收市的時間就跌了125點 跌幅來說是0.4% 比起內地的A股來說跌是要比較少 以現在去看回指數好幾次 在4月份衝到上50天線的水平 水積也是會落 今天來說都不例外 都在顯示著 投資者對50天的二龍平坤線 有一個比較大的憂慮 未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消息底下 預計上整個市只是去到50天線的水位 就開始叫見頂 而現在去看回投資者 都還是需要繼續保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尤其是我們都相信4月份 即是幾次去到50天線都回到下來 而且也看回保利加通道的收窄情況 在近兩三天來說更加明顯 收窄到1250點的上下高度 暫時還未能夠突破到 去到5月份 可能那時才真真正正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 投資者在減選股份的時候 短期似乎還要下一點的功夫 例如今天來說 至今是進一步加大他們在科技相關的股份投資 但是上個星期比較好的一些內需股 今天的回調幅度也比較大